哈喽大家好 炒藕片的时候到底是先加醋还是后加醋 很多人都搞不明白 今天我就来分享正确的做法 保证你吃了还想吃 先把莲藕清洗干净 再用削皮剂把莲藕的外皮给它处理干净 这样吃起来才不会有泥性味 再把莲藕的两端给它切掉不要 最后把莲藕改刀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这里不能切得太薄也不能切得太厚 太薄了莲藕容易散 太厚了又不容易入味 我们选莲藕的时候要选择这种七孔莲藕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的爽脆可口 切好以后丢入大盆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要没过我们的藕片 提前把藕片给它清洗一下 把表面的淀粉给它清洗干净 这样可以防止藕片氧化变色 洗好以后放在一旁备用 再准备两个红泡椒 改刀给它切成小段 加入红泡椒即可以配色 也能够增加风味 吃起来会更加的鲜香开胃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 再准备两根青葱 葱白改刀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 再把葱叶改刀给它切成长段 即可以配色也能够增加香味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 准备一口锅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盖上盖子 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 先把泡好的藕片给它加进来 再加入多一点的白醋 提前把藕片给它焯一下水 加入白醋 可以防止藕片氧化变黑 而且能使藕片吃起来更加的爽脆 可口 提前把藕片给它烫上 七七48秒 烫至藕片微微的变色 就可以了 不用烫得太久 要保持藕片爽脆的口感 再用照例给它捞出来 控干水分 把锅烧热 加入一勺猪油 提前把猪油给它炒至融化 用昏油炒菜吃起来也会更香 加入适量的花椒 快速的扁炒一下 提前把花椒扁炒一下 把花椒的香味给它煸出来 再把葱段还有泡椒给它加进来 快速的翻炒一下 把葱段泡椒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再把藕片给它加进来 快速的翻炒均匀 让藕片充分的吸收 泡椒还有葱段的香味 提前把藕片给它炒上30秒左右 让它充分的吸收 泡椒 葱段 还有花椒的香味 也能更好的入味 再加入半勺食盐 加点白糖提鲜 这里就不需要太多的调外料 快速的把藕片给它翻炒一下 让藕片均衡的入味 拌匀以后 再淋入少量的开水 把藕片给它快速的翻炒一下 这样能够加快藕片的成熟 吃起来也会更爽口 拌匀以后 再沿着锅边 淋入少许的白醋 快速的翻炒一下 白醋我们要最后加 这样我们既能吃到醋的香味 而且吃起来也不会太酸 最后再把葱段加进来 加入少许的果然酸辣 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葱段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把所有的食材都给它提提些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美味的清炒藕片就做好了 做法非常的简单 藕片提前像我这样处理一下 吃起来非常的爽脆可口 白醋我们一定要找准时机来加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香更爽脆 做法非常的简单 家人都非常的喜欢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动动您发自己的小手 帮忙点赞转发一下 您的每个点赞和评论 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谢谢 今天给大家分享 年夜饭上的下酒菜 姜汁藕片 首先藕去皮 改刀切片 放入冷水中泡五分钟 冷水中加入一勺白醋 水开倒入藕片煮三十秒 接着倒入配菜再煮十秒 捞出放入盆中调味 盆中倒入姜末 加入一勺盐 一勺白糖 一勺鸡精 一勺白醋 一勺香油 搅拌至调料化开 即可装盘 姜汁藕片你们学废了没有 抖音 枪拌凉藕 想要做的又脆又白又好吃 看完您就知道了 重点一 尽量切薄点 重点二 一定要先清洗掉淀粉 水开下锅 加白醋 焯水二十秒 再过一下凉开水 重点三 一勺姜末 一勺白糖 两勺白醋 蒜末 适量盐 香油 搅匀 放入藕片 加干辣椒 花椒 香葱 热油鸡香 脆爽解腻 年夜饭不错的选择哦 抖音 大家好 把白醋倒进莲藕中 没想到作用这么大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下面大家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买回的莲藕洗净 之后再去掉它的外皮 去皮后 把它切成两毫米左右的薄片 藕的药价值非常高 它不仅含有植物蛋白 还有维生素等药成分 经常食用 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 不过藕属于良性 我们尽量不要剩食 接下来把切好的藕片 再放入我们的小白锅中 接着我们在里面加入一大勺白醋 再倒入清水 没过藕片即可 之后盖上盖子 开大火 把水煮开 在这时候 我们准备点葱叶 小米辣椒 和两个蒜粑 之后分别把它们切成小段 全部切好后 装入盘总备用 现在锅中的水也已经煮开了 打开盖 把火关掉 大家记住 千万不要煮至时间过长 避免影响口感 煮开后 我们把它盛入容器总 最后我们把里面的烫汁 也要倒进来 没过藕片 放凉后盖上盖子 放入冰箱储存 加醋水煮过的棉藕 放入冷藏 可以保存一个星期 也不会坏 在吃的时候 适量取出一些 可以凉拌 也可以随煮 非常方便 下面我教大家 加常的糖醋莲藕做法 取出适量莲藕 放入碗中 先加入一小勺食用盐 用筷子翻拌均匀 让它入味 接下来再加入一小勺香油 之后倒入我们切好的葱末 辣椒段和蒜片 再加入两小勺米白糖 最后撒入两勺白芝麻 用来增香 把它们再次翻拌均匀 入味后再把它装入盘中 我们加常版的凉拌糖醋莲藕 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莲藕 清脆爽口 特别简单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食用 也不会上火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试做吧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 莲藕是最普通的家常菜 但是很多人做出来容易发黑 而且吃起来一点都不脆爽 那么怎样才能做出口感爽脆 肉质洁白的莲藕呢 首先莲藕我们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立马放入水中 然后再加入适量白醋 浸泡10分钟 这样能有效防止莲藕氧化变黑 也能使口感更脆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叫做菜 能否给个小红心支持一下 十分感谢 炒莲藕 我们一定要搭配点五花肉 尽量把里面的牛油炒出来 这样吃起来才会有一股浓郁的肉香味 蒜末和小米椒是必不可少的 既能增香 还能去除肉的毛腥味 编好以后 我们把藕片倒进去 千万别炒太久 大概八成熟的时候 加入一小包这种大厨调制好的小炒酱 其他什么油盐酱醋就不需要放了 还可以用它来做小炒肉 小炒猪肝 等等各种小炒类的菜品 有条件的最后可以来把蒜叶增添一下颜色 这样炒出来的藕片不仅口感脆爽 而且香辣又开胃 喜欢就赶紧去试试吧 抖音 今天我们来炒藕片 教你脆甜亮白不发黑的技巧 首先就是选择棉藕 棉藕一定要选择新鲜 没有隔夜太久的棉藕 两头的藕结一定要在上面 要不然里面会藏泥沙 炒藕片的话 还是要这种新藕炒出来才会好吃 先将藕的皮给修掉 然后清洗干净 去掉两头 再切成薄片 切片的时候下刀一定要稳 这样切出来的藕片才会厚薄一致 切好的藕放在清水里面 稍微给它抓洗一下 洗掉表面的淀粉 这样洗过的藕片 口感会更加的清脆 然后再给它冲洗干净 再加入清水 加入一小瓶盖的白醋 给它浸泡一下 这样也可以防止它氧化变黑 一小节生姜 给它切成末 半个红辣椒 切成丁 切好之后 分开放进碗里面 然后再来调一点料汁 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白糖 加入一小勺淀粉 然后再加入四勺的白醋 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然后将藕片控干水分 刷锅开水 水开之后 下入藕片 煮至半透明 大概需要半分钟左右 然后捞出 放一旁 控干水分 热锅 下凉油 然后下入姜末 下入藕片 大火 给它翻炒一下 翻炒不到一分钟左右 然后再调入刚才调好的料汁 大火 给它翻炒一下 炒至锅里水去收干 然后再加入红椒 将它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简单 又美味的花藕片 就做好了 撒上一点葱花 增加香味 这样做好的藕片 清脆 爽口 而且颜值也是非常的高 完全不会发黑 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阿玉 拜拜